再来介绍这位银骨禅师 银骨禅师是明代高僧 家善续山浙江嘉兴人 俗姓怀慧法慧 叫银骨慧禅师 幼时出家以大云士 他常常在想一个问题 出家以生死大事为妾 何以录录衣食继维 就是说我们应该 为什么要出家 我们就叫了生死大事 什么叫生死大事 断烦恼 破我执 破法执 再破根本无名 这叫生死大事 把执着放下来 把分别放下来 再破一批根本无名 就是了生死大事 了生死大事 就是离开三界六道 离开死法界 那才是真正的生死大事 所以这个生死大事 不是我们一起的生命 是把分段生死了 把便利生死也了 阿罗汉是了分段生死 他离开三界六道轮回 菩萨他是了便利生死 阿罗汉破尘沙后 阿罗汉是把分段生死 跟便利生死二死永亡 那是了生死大事 什么人可以了生死大事 法身大事以上 都可以称为了生死大事 也就是佛陀在法法之音里面讲的 诸佛以大事一年 开始侮辱众生 佛知佛见 所以了生死大事 就是明心见心 这才是真正的大事 其他这些 庸庸碌碌的 为这些一死崩崩 这都是小事 何必在计较呢 何以陆路一时计为 所以当时 这个银谷禅师 就自己想到 这个生死大事 决定要到各地参选 接至参方 登坛受聚 他去参加三坛大戒 受祭祝界 一般剔度出家的比丘 或者是比丘尼都要参加三坛大戒 就是沙弥界 菩萨界 比丘界 这叫三坛大戒 后来他听说 天台小子官法门 专精修学 他也修天台的小子官 我们知道天台他有子官法门 有小子官跟摩合子官 那他专门专修天台小子官 时有法周记 恩官以杭州天宁寺 当时有一位 法周记 这位法师 恩官就是闭官 在杭州天宁寺 那么 引古禅师前往参寇 就是参往寇官 跟他请法 那么法周禅师内 所以念佛神时化头 也就是说 你修禅宗的参化头 什么叫参化头 老法师有讲过 禅宗讲的参化头 就是我们进入中念佛的 离开心意识参 什么叫离开心意识参 就是离开第六宿的分别 离开第七宿的莫纳执走 离开第八宿的阿赖也识 就是不落入印象 这叫做离开心意识参 那么离宗都是修参化头 法周禅师 叫他同时要加练佛法文 自令种下遗情 叫他你要打破遗情 离宗就讲 念佛人是谁一直参参 念佛人是谁 把那个自信的真我悟突然 把遗团打破 那么 因古禅师就依这个法周禅师 教他的方法 日夜参就 日夜用功 勤使忌惠 就是惠使忘情 有一天内在接受供养的时候 一日受死人家给他供养 食尽一不自知 等到吃完他自己还不知道 吃饭都入定了 吃饭都入定了 我们吃完吃不过都还知道 没吃饱也知道 妄想 人家饮骨禅师 接受人家供养 一日受死了 吃完他还不知道吃完了 食尽一不自知 这个功夫了得 宛乎斗地 突然间脚下去打破了 宛乎斗地 蒙然流行 觉悟了 蒙然流行 他有所领悟 再去请教这个法周禅师 问他讲说 我这个禁界是什么禁界 法周禅师给他应过说 你已经闻到味道了 我们在三十七年里面不讲一句话 还有这歌消息也无 那个就是闻到味道了 还有这歌消息也无 各位有没有印象呢 中空禅师 中空三十七里面有一个 还有这歌消息也无 不是 大师要给你应可 他就开始读 永明元寿大师的中金录 墨写也有一套 我以前想看 可是实在是太深了 那个永明大师 那个闻言吻之好 哎呀 我们是望尘莫及 他又阅读那个中金录 大悟为心之子 从此一切经教 以及足足公案 了然如堵家中故悟 他看完中金录以后 从此以后他看一切经教 以及历代祖书的公案 就像看自己家中的物品一样 那么清楚 误了啦 以后呢 他就定基在金陵 就是南京 天界毗鲁国三连 后来到色山七峡 解毛棚以千佛陵下 那在那边有一个山头呢 叫千佛陵 他在那边解毛棚 当时有一个小偷呢 亲住呢 想要偷银骨禅师的东西 把银骨禅师所有疗坊里面的东西 全部偷走了 走路呢 一行到天明 到天亮 那个小偷呢 去偷银骨禅师的东西 晚上去偷东西 绕了半天 还是没办法离开千佛陵的那个庙 上不离安 就是怎么转都转不出去 被人家抓到 仁厚珠 这小偷就是老和尚书了 他命里没有 他偷出家人的东西 他还是被猴呆 后来人家就把这个小偷呢 抓到这个银骨禅师那个地方 送至师 银骨禅师也吃 请他吃饭 吃食饮食送食物给他吃 然后把他所有东西 又全部送给这个小偷 说你拿走吧 没有关系 尽以所有持弃 那个小偷惭愧了 听到的人 还有那个小偷都被感化了 都被感动了 后来户法就开始慢慢增加 就为银骨禅师建禅堂 然后就大开讲习 就是开始讲经说法了 来这边听课的 来听经的 越来越多往来就重 在明朝万历三年世纪 他就事先要元纪 世寿七十五岁 这些高生大的有开悟的 我发现他们的岁数都不是很长 你看偶一大师是 金主宗第九族 才活到五十七岁而已 这个银骨禅师 他诉说才七十五而已 生纳五十 接受他感化了多少人 千万人 憨三得亲法师 憨三大师也是开悟的圣生 憨三得亲 他也曾经去寝室过 去寝法 寝法银骨禅师 受到他的教诲 开悟的 那么银骨禅师 平常 邪不自习 邪不自习什么事 他是不导单的 跟广青老和尚一样 是不导单的 邪不自习 他终生理诵 终生理诵经典 每天都诵经 能有一天停顿 未尝终错一夕 我们要写主书这个精神 未尝终错一夕 跟人家从来接忍软以低声 他跟人家讲话 都讲得很柔软 而且声音都很低 像我这个大嗓门就不行了 他是轻轻的说 一未平淮 一未平淮是什么 是和蔼可亲 非常容易亲近 平等心对着这些众生 寻常是 你看他的样子 好像是一个平淮 很平缓的出家人 寻常是人 但是他告诉人家 虽然他也是修禅的 可是他告诉人家 只有叫人家修净土法门 为解为心净土法门 也就是说 以波落为导 以净土为规 用这样的形容是最理想的 特解为心净土法门 就是以智慧为导 以波落为导 以净土为规 他生平任缘 未尝树立门庭 也就是说以古禅师 在讲经说法 弘华立生 接应大众 从来不摆这个派头 未尝树立门庭 他不树立他自己的各门的门派 珠山但有禅讲道场 常寝思为方丈 可是呢 却有很多的佛事 很多的道场 有很多的禅宗的道场 或者讲要讲 开示禅宗的道理 都争相的请 这个以古禅师为方丈和尚 那么以古禅师 虽然他自己不树立门派 可是他一到那个地方 讲信说法 他就挤养百丈规矩 他就把百丈清规的道理 讲出来 树立这个规矩 物名先得轰患 不少讲这个 告诉大家说 你们要遵守百丈清规 要树立这个先得 就是要明白 这个祖师大德 这个轰患 先得轰患 不少假借 不可以脱懒 不可以 妈乌从事 叫不少假借 明朝末年 袁了凡先生跟憨三德卿大师 都非常佩服这个 因古禅师的为人处事的这个羞耻 德卿法师就是憨三大师 这是明朝四大高僧之一 憨三大师是明朝四大高僧之一 廉此大师跟欧义大师跟憨三大师 这些都是明朝的高僧 德卿法师在他所传的云古大师传 曾经译为 占议他为忠心禅道之主 就是忠心禅宗的祖师 忠心禅道之主 这是因古禅师 我们很详细地把它介绍